不抵厚你又不够呃厚 真的似大姐啊 我很夸的 在女子监狱里 和演员均嶺大打出手的 山东恶婆 或者是整股专家中的 大白沙角色 你知不知道我一年当中 打死一百几十个假扮同系列 到你餐厕的色狼啊 夸张的表情 丰富的肢体动作 她叫鲁芬 搞笑功力一流 就连嘴巴都很有戏 九品芝麻关中 爱跟人吵架的烈火奶奶 相当逗趣 鲁芬长这个样子 她其实没有人敢当她经纪人的 甚至于你看讲话 她出得像男生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在电视台里面 算是就是帮忙的 做一些幕后工作 她很阿萨利的个性 所以曾志伟他们觉得说 她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我觉得曾志伟也算是 她的贵人跟她的伯乐 她认为说 其实很多的电影里面 很需要像这样的角色 壮硕的体格 粗犷声音 反而让鲁芬成了主角旁的 黄金绿叶 光这三个角色就红了20年 就在大年初时传出不幸病事 有一说是在东莞拍戏 因为酒店床铺不干净 细菌感染 就医查不出病因 两个月之后 连手指关节脚都红肿起来 再去医院检查才知道 罹患了自体免疫性疾病 脾肌炎 最后病发肺部衰竭 其实她相当乐观的 她也都生命力很强 很积极面对病 她都没想过是这么快的 但是在这个患病期间 都看到她是真的 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所以当然她走 其实我自己很难过 而且她跟我 她不仅是因为电影上的关系 其实她跟我家都很关系 因为我跟我家人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最早知道这消息 所以昨晚很多新闻街的人 找过我都不想说 当新曾志伟说自己是第一个 知道鲁芬过世的人 两人亦师亦友 交情超过30年 鲁芬患的脾肌炎 是一种全身性自体免疫疾病 当抵抗力弱的时候会病变 死亡率高达五成 但发生率大约十万分之一 每年台湾有100多个人发病 女性比男性多 高峰期在孩童和40岁以上成人最多 但是因为发病率很低 经常被忽视或误诊 错失治疗机会 面恶心善的鲁芬 其实有颗柔软的心 最遗憾现实中没有披白纱 据传20岁出头 曾经有乱级婚嫁的对象 因为心性不定错失姻缘 最感谢董彪这位伯乐 让他一脚踏入演艺圈 女扮男装在女子监狱里奠定 恶霸的不二人选 干嘛 玩都不行啊 不论是零嘴广告 还是洗髮精的日用品广告 这样的高人气 在2012年连续四年 还名列宅男女神的封号 这名单把大家下了一大条 就是竟然我们刚刚讲的鲁芬 这个大块头 这个大白纱 这个恶婆 他竟然能够挤进到第八名 说出有万勇就不是 而是人家比面我这样爱而已 老婚始终是老婚 老饼都可以的 不要紧的 一爱老饼 我都会转头 以哪位来爱我 因为会认得 认得就是 另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 二人大傻陈奎安 在2009年因为鼻音癌病逝 目露雄光 一股不服输的气势 陈奎安同样在监狱风云里 丹怨要叫 我想要跟你拖一台车 我去哪里 王兄三国 他就是我大兄 阿兰 赛哥 夸张的表情 带点憨傻 在电影圈被叫大傻 演坏人能坏到骨子里 跟他曾经在夜总会上班 混过黑帮有关 就是夜总会当保镖 当为室的 那其实是展开了他所谓的 就是整个是混黑道的日子 为什么因为当为室 当保镖 他每天出去就是不是砍人 就是去揍人 要不然就是讨债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看他在 所谓像在监狱风云里面 演他曾经被关过 为什么会有这一段 他觉得说是在演他自己的故事 辛苦赚钱 努力机器 甚至都罹患鼻咽癌第三期了 还继续工作 没能好好治疗休息 54岁就因病过失 无论长相美丑 演出大坏人 大恶婆 只要有才 绿叶 也能成为观众眼中最美的红花 总有害理挑战